相府真千金任祖归宗后 我这个冒牌货乐颠颠的收拾好行李 回了我亲父母的乞丐窝里 半个月后 我亲爹成了皇帝 娘成了皇后 哥哥成了太子 我白捡了个公主身份 相府千金回的脸都绿了 发誓要把她错过一切拿回来 我笑了 这次我可不会再上当了 毕竟这辈子我重生了呀 我叫裴之欢 是左相府里最小的女儿 一直过着锦衣玉石养尊处优的生活 直到我18岁的这一年 一个乞丐窝里走出来的女孩沈冰岚 手持月牙玉佩来相府认亲 她说她才是相府的真千金 而我是个被报错的冒牌货 所有人都震惊了 丞相夫人抱着亲女儿痛哭流涕 心疼女儿在乞丐窝里 遭了那么多年的罪 丞相爹爹一脸为难地看着我 我很快反应了过来 跪地磕头 感谢爹娘这些年的养育针 然后收拾东西就要走 所有人都以为我受打击过度了 沈冰岚没想到我这么主动自觉 更是抹着眼泪劝我 冰岚不是要赶走姐姐的意思 姐姐就留下吧 那乞丐窝里的生活 这时不是人过的日子 听了沈冰岚看似懂事 实则拉同情的话语 丞相夫人哭得更凶了 我热切地握住她的手 没事 你就放心地让姐姐去承受那些苦难吧 于是 丞相府设宴为真千金小姐洗尘 何家团圆 而我今夜就回到乞丐窝 去找我的亲爹娘 我转过身去 尽量控制自己 不要乐出声来 什么苦难啊 只有我知道 半个月后我那个乞丐窝里的爹娘 就会摇身一变 成为当朝新帝和皇后啊 而我则会成为当朝最尊贵的公主 真正的金枝玉叶 毕竟 我是个重生者呀 我正乐得开心的时候 丞相的弟弟 我那俊美的小叔叔 复杂地看了我一眼 要离开乡府了你就这么开心 我凑到小叔叔的身前 不 我还是舍不得你的 小叔叔 小叔叔不自然地撇过了头 前世 我的死既由沈冰岚的推波助澜 又是我自作自受 前世沈冰岚认亲后 我听他说 乞丐窝都是一些色鬼和金鸣狗盗之徒 死活不愿意从乡府回到那里 于是赖在乡府不走 最后乡府所有人都觉得我贪慕虚荣 品行不端 把我连夜请了出去 我回到乞丐窝后 面对笑脸相迎的亲爹亲妈和哥哥 我害怕得哭了 他们对我很失望 再加上沈冰岚后来挑拨离间 我觉得亲爹娘只疼沈冰岚后 又大闹几场 结果 我和真正的家人关系也处得不好 其实我就是想得到亲人真正的关心而已 不管是谁 结果半个月后 我的亲爹娘居然被召入宫内 我这才知道 我爹居然是前太子流落在外的儿子 因为躲避追杀才用乞丐身份伪装 先帝无子 我父亲便被召回了宫 而我也白捡了一个公主的身份 沈冰岚恨得牙痒痒 而我那时心花怒放 并没察觉到隐藏在我身边的危险 以至于死于沈冰岚之手 如今重来一事 我正好回到了认亲这个时间点上 一切都能重新来过 给我的机会 我收拾好行李 乐颠颠的刚出府 却意外的发现 我的亲爹亲娘和亲哥哥 已经在府外等着我了 他们衣装蓝绿 却努力将自己收拾的干净利索 即便落魄 也能看出他们端正好看的容貌 娘亲看见我 泪流满面 想抱住我却见我一身华衣紧服 不敢上前 见状 我主动上前抱住了我的娘亲 我们一家人傻乎乎的哭成一团 哥哥在一旁温声劝导 我哭的是 原来前世我爹娘便已经在府外等我了 而我当年又哭又闹 不知好歹不肯回去 说的那些伤人的话语 他们肯定也听到了 爹爹为难道 冰蓝 不 知欢 你愿意和我们回去吗 我点点头 当然愿意 从此以后 我就是沈知欢 我回到了乞丐窝 这里说是乞丐窝 其实只是一种对平民聚集地方的形容 爹娘自然不是乞丐 他们都有自己的营生 爹爹保读诗书 为人写字铁户口 娘亲会女工 经常自己秀点东西拿到世纪上卖 而我的亲哥哥沈幽 温润如玉 面目俊秀 只有我知道 在她当上皇帝后 是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人 前世她因为沈冰岚的缘故 素来不喜欢我 如今对我虽然客气 但也能感觉出疏远 可是没关系 爹爹和娘亲疼我呀 我娘给我手制了好几套贴身衣物 四季换着穿 比乡府的还贴身舒服 她还每天变着花样 给我做美食 一个野菜也能做出十种花样 生怕我乡府里浇灌的胃吃不习惯 殊不知 我在乡府吃什么都是定点定量的 且不能表现出 对某种食物的特殊喜好 若我表现出来 下次就再也吃不到了 哪有这般畅快自在 我爹虽然贫穷 但每日给人写完字帖 一定会带来一些事情小玩意儿 哄我开心 什么竹蜻蜓啊 唐渣小人啊 完全把我当小孩子对待 这些对穷人家的小孩来说 确实很幼稚 对我这种没见过世面长大的刚刚好 前一是 因为亲信了沈冰兰的话 我从一开始便对他们有偏见 我刚来便和哥哥吵架 娘亲不敢拿出 她为我亲手缝制的衣服 我也无数次看爹爹带着小玩意儿回来 娘问她为什么买这些 她不解释 却将那些玩意儿放在桌子上 我却理都不理一眼 原来是给我的 原来我也能感受到亲情的温暖 我和娘亲上街一起 卖手工绣品的时候 撞见了沈冰兰 不 她如今叫裴冰兰 裴冰兰和几个京城贵女浑身 穿金带银坐在马车上 身后跟着几个仆人 手里捧着无数东西 都是裴冰兰买的 我们的小摊 挡了裴冰兰马车的路 小四下来找茬 我正距离力争的时候 裴冰兰探出了头 怎么了 吵什么呢 我们都愣住了 娘亲巴巴的看着她 蓝兰 裴冰兰轻蔑的看着我们 连车也不下 鼻腔里哼出一口气 哟 瞧瞧 这是谁啊 想不到也有看你穿这身 破烂衣服的一天 裴冰兰还没认身份的时候 曾入选裴斧的侍女 当时我挑丫鬟的时候 就没看上她 她记恨到如今 结果一招麻雀变凤凰 自然要奚落我 娘亲诧意道 蓝兰 你怎么这么说话 我笑道 娘亲给我做的衣服 破烂 不也穿了十多年吗 娘亲意外地看着我 眼里全是感动 裴冰兰不屑地看我一眼 若不是你 我生来便该锦衣玉食 裴冰兰身边的是女陶芝帮腔道 就是 你若现在肯跪下来求我们小姐 我们小姐说不定还发发好心 给你在府里找个差事 吃剩饭剩菜 也比脚野菜强 说吧 两个人一起大笑 娘亲不安地拽着我的衣服 意思说我不要和他们说了 我却不慌不忙道 陶芝 当初你当我丫鬟的时候 我可曾让你吃过剩饭剩菜 怎么换了主子 变狗障人士了 陶芝气急 裴冰兰却拦住了她 下巴高抬 不需要和这样的贱民说话 她瞥了娘亲一眼 便上马车走了 娘亲不可置信道 兰兰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接连几天 我们的小滩都有闹事的人来捣乱 不是街头恶霸 就是地痞流氓 我好几次都看见 陶芝在远处得意地 看着我们小滩被掀翻的窘态 娘亲回去哭诉 哥哥甚至不相信 裴冰兰一朝得意后 居然是如此忘恩负义 但是娘亲也不会说谎 哥哥难难道 难道一直以来 是我错看她了 她回丞相府之前曾与我说 知欢你瞧不上我们这个地方 说这里都是卑贱的平民 我答应她 只有她一个妹妹 才对你有些隔阂 如今竟是我错了 我一脸冷笑道 我不但没说过这话 我还可以告诉哥哥 她在丞相府是如何说的 正好 我把裴冰兰当时在丞相府里的话 也如数说了出来 在她眼里 这就是个充满着 鸡鸣狗盗的乞丐窝 到处都是蟑螂和臭虫 根本不是人呆的地方 我很喜欢这个家 爹娘哥哥都对我很好 比起冷冰冰的丞相府 我更愿意和亲人在一起 哥哥愧叹了一声 摸了摸我的头 爹叹了口气道 那么以后便各得其所 不来往就是了 可我们从没对不起冰兰 她为何要做得这么绝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她一招得势 便自然想炫耀 她恨我 因为我她错失了十多年的荣华富贵 更恨沈家 恨沈家贫穷卑贱 让她自卑地活了那么多年 她也看不得我和娘亲 那么快就感情亲近 因为她无法从丞相夫人那里 得到一丝爱 丞相夫人得体大方 可是除了儿子 她谁都不爱 跟随娘亲摆摊的第七天 那群混混又来了 他们早就蹲守在那里 见我们过来 就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 我挡在娘亲身前 冷冷地看着 这帮素日我最瞧不上的人 你们有完没完 为首的地痞催了一口痰 那自然是没完 怪就怪你们得罪了个贵客 贵客花钱 让兄弟几个教训教训你们 兄弟们也得收钱办事啊 兄弟们 咋 邻里街坊都看不下去了 站出来帮我们 却被地痞流氓 一个个先翻了摊子 我想拦着 却被一把推翻在地 其中一个地痞 捏着我的下巴 嘖嘖了两声 好一个小美人 比那青楼的花魁 还美上十倍 不如你跟了哥哥 哥哥保护你 怎么样 啪 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 所有人的动作都愣住了 我一巴掌 扇在了那狂徒的脸上 从小到大 无论何种处境 我都不允许这种烟渣之人碰我 眼前的地痞愣了一瞬后怒道 你他妈的敢打老子 在我娘亲的尖叫声中 我闭上了眼睛 但是想象中的痛苦没有到来 反而我身前的人 似乎被人拎了出去 狠狠摔在了地上 一阵声音响起 礼部小裴大人在此 哪个敢造次 小裴大人 我睁开了眼睛 抬头望去 一个一身悬衣 相貌俊美 眉眼轻烈 左眼下有颗类质的男子 就站在我的身前 阳光在他的碧玉膜下 折射出耀眼的光辉 瞬间一切美丽之物 都在他面前黯然失色 是小叔叔 我瞬间眼眶一红 扑到陪戴的怀里 委屈哭道 小叔叔 呜呜呜 我和小叔叔只差五岁 小叔叔从小就心情孤僻 只有我喜欢黏着他 即便他生来高贵自今 也不拒绝我的亲近 陪戴默默一瞥 他的随从们 便立刻将那些地痞流氓 收拾得干干净净 直接移交官府 可以松手了 小叔叔 你怎么会在这里 陪戴语气毫无波澜 你有事 我自然会来 我愣住了 我们的距离那么近 他与我对视着 我不自然地放下了手 他默然打量着我和我娘 脸上闪过一丝心疼 道 你若愿意 我可让你回到陪府 你若不想回去 我也可以为你安排 我拒绝了小叔叔 我告诉他 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 陪戴默默地注视着我 点了点头 又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 你以后可以不必叫我小叔叔了 我抹了抹眼泪 好的小叔叔 陪戴贪息道 你好好保重自己 至于这里的事情 我替你处理 自那日见到陪戴之后 我家那个乞丐窝门口 就总有人送来 进一戏软等东西 小贪也没有人敢捣乱了 我心知 这一定是陪戴暗中做的 即便在前世 所有人都背弃我的时候 只有陪戴在最后一刻 都守候在我身边 可惜我还是把他弄丢了 不知道这次重来 有没有机会弥补他 一天 陪冰兰哭哭啼啼地 出现在我家门口 她穿着素白色的梨花裙 清秀的脸蛋 上满是泪痕 她说她是来请罪的 不该一时糊涂 听了那侍女的蛊惑 为难我和娘亲 她已经责罚了那个侍女 将侍女赶出了香府 这次她是来专门请我去香府 为老太太喝瘦的 我听了觉得事情不妙 我现在这个身份 为老太太喝瘦 是什么道理 可惜陪冰兰一口 一个爹娘哥哥的喊着 不过几句话语 便让所有人都忘记了 她的不好 我心下一色 最后我哥哥开口道 知欢 陪家养你一场 你还是要去看看的 哥哥会在外面等你 什么时候想走了 你就来门口找哥哥 陪冰兰的笑容凝结在脸上 不用吧哥哥 我会让人送知欢姐姐回家的 沈幽道 那不一样 毕竟是自己的亲妹妹 还是我亲自姐比较好 一句没到名的亲书有别 让陪冰兰的笑容 看上去如此僵硬 我随陪冰兰出来的时候 陪冰兰轻声细语道 没想到你还真厉害啊 一个两个都那么喜欢你 不仅那么快 就让沈幽哥哥心甘情愿 把你当妹妹 上次小叔叔陪带救了你 还去老爷那里告了我一状 我被家法处置 也是你受益的吧 我摇头道 真心换真心罢了 我把沈幽当哥哥 他自然会把我当妹妹 至于小叔叔嘛 我有些讨打的笑了 不好意思 他从小就向着我 陪冰兰冷冷道 我且看你能得意到何时 次日 我登上陪冰兰提前准备好的马车 刚坐上便发现了端倪 这座垫怎么如此潮湿 我用手一摸 红色的垫席上 都是不易被察觉的猪血 他果然没安好心 带我一下轿子 身后大片红色印记 定会被人指指点点 怎么办 下马车时 陪冰兰笑音音地 站在车门口叫我下车 姐姐 陪府到了 怎么还不下来啊 我咬牙切齿道 陪冰兰 有你的 陪冰兰不应声 姐姐 祖母还在高堂上等你 你这样不下来 是要祖母来请吗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大多是宾客 他们开始指指点点 这不就之前那假千金 冒牌货吗 现在住起盖窝的那个 怎么连马车都不下 这么大谱啊 看看真正的陪府小姐 大气温厚 还请冒牌货下车 嘖嘖 陪冰兰温声道 大家别这么说 许氏姐姐不舒服呢 是不是 姐姐 车外那些不堪入耳的话 忽然让我明白一件事 自我踏出陪府开始 我那些不重要的自尊 就应该被抛弃了 哪怕裙子上都是猪血 又能怎样 我连陪府小姐的身份 都能放弃 我怕什么 下定决心后 我起身不要离教 果不其然 我一下车 围观的人就爆发出笑声 天啊 他身后那是什么呀 不会去了乞丐窝之后 连那个也不注意了吧 丢死人了 陪冰兰也惊讶道 姐姐 你的裙子怎么会这样 可惜我和姐姐的身材不一样 我去找个下人的衣服 给你换上吧 你会不会嫌弃啊 我叮叮地看着他 不会嫌弃 但我不喜欢穿别人的衣服 这时我忽然看见陪戴向我走来 陪戴身着银壶长裘 长身玉立 坠着碧绿宝石的抹额 映得人言如玉 小叔叔的美貌 早就明冻京城 他一出现 就会天然夺走所有人的目光 他淡然地瞥了我一眼 一句话都没问 随即将身上雪白名贵的弧球 取了下来 当众披在我身上 我听到人群中有人轻呼 那 那不是皇上遇刺的弧球吗 我惊讶地看着他 小叔叔 陪戴道 你穿我的衣服总无所谓 进去吧 陪冰兰反应过来了 忙道 小叔叔不必如此 我去给姐姐再找一件好了 陪戴里都没有理他 只护在我的身后 随我走进府中 想都不用想 香府真千金被小陪大人当重量在外面 他此刻会是什么表情 回到香府 熟悉的樊文入节又来了 香府虽大 来往者众多 但人情淡薄 也是真的 我百无聊赖地坐在席上 昔日的姐妹和长辈 全都把我当空气一样 一部分是因为陪冰兰在 另外一部分是陪戴一直在我身边 陪戴冷落冰霜的模样 的确够深人物尽的 我百无聊赖地戳戳陪戴 小叔叔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陪戴看了看我 说了句让我意外的话 我对你 不够好吧 我有些愣住了 你说什么呢 你还不好 谁能比你好 若你不是我小叔叔 我无论如何都要嫁你 陪戴的谋色深深 转头看我 你也可以不把我当做你的小叔叔 我手上一直把玩的小狮子玉珠 忽然掉了下来 砸在我的脚上 我吃痛去捡 其实是为了隐藏内心的慌乱 我的脸微微发红 刚刚 该不会是我的错觉吧 她的确不是我小叔叔了 陪冰来上前祝寿时 所有人都说她大方得体 大家闺秀 想必也是下足了功夫 只是宴席间 她一直和人说自己的翡翠 不摇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 让侍女帮自己去找 我本来没在意 可当住酒时 管家公开受礼的环节时 我却遇到了大麻烦 我送的锦盒里 本是一壶白蜂蜜酒 白蜂蜜酒产量甚少 因为知道祖母喜欢这一口 我特意点当了先前积攒的首饰 才高价买的最后一壶 但当管家打开时 我惊讶地发现 里面居然多了一只翡翠不摇 礼物在所有人的面前展示 有人惊讶地说了一句 咦 这不是冰兰小姐的不摇吗 场上忽然尴尬了起来 陪冰兰站了起来 故作惊讶道 这的确是我的不摇 这是怎么回事 陪冰兰忽然跪下 爹爹 请不要追求此事了 这个不摇虽是娘亲赠予我的 但姐姐也是娘亲的女儿 这便当是我给姐姐的了 好家伙 她这么一说 所有人都得以为我嫉妒她 偷了她的不摇 无处可放 便放在了寿盒中 以往祖母寿臣 寿礼都是不公开的 今年不知道为何多了一个公开的流程 可见陪冰兰为了让我丢脸 真是费尽了心思 知欢 你怎么能做这种事 一个远方姑母也喊道 好歹曾经也是大家闺秀 如今就算是过得不好 也不至于把手伸到别人的手势上啊 不怪乎是乞丐窝里出来的人 陪冰兰还在装可怜 不是的 是我送给姐姐的 陪戴正要为我说话 我示意她坐下 我自己能解决这个事 我正色道 首先 我没有拿陪冰兰的不摇 昔日在丞相府能爹娘宠爱 我不至于对一个手势下手 坏了自己名声 还放在寿礼盒 这样明显的地方出丑 我没那么傻 其次 我从乞丐窝出来 也不会影响我的言行 若已出身定人品 那姑母说话便太浅薄了 我拿起那只不摇 简单在阳光下看了看 便发现了其中的官窍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并不是陪冰兰的不摇 陪冰兰愣住了 尴尬笑道 怎么可能啊姐姐 我自己的不摇 我怎么不认得 我笑了 拿起那只不摇走到她身边 陪府中的女眷 会用下等翡翠 镶嵌的不摇吗 此言一出 全场人都愣住了 上等不摇看种水 玻璃种或冰地最佳 且质地上呈的翡翠 大多是阳绿色 质地至纯 颜色鲜艳明亮 而下等翡翠种水差 颜色分布不均匀 且多以浅绿灰白色为主 我把不摇举起 放在阳光下 大家可以看这只不摇 阳光下呈现浅绿色 中有裂痕 下等货中的残次品 且质地浑浊 陪府中的玉石 多从南越进货 最差用的也是中等翡翠 定不会像这只不摇一样 颜色暗淡 陪冰岚妹妹的不摇 我把不摇递给丞相夫人 丞相夫人脸色黑了下去 她一句话没说 眼神横弯了陪冰岚一眼 这下所有人都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笑着调侃道 所以冰岚妹妹 你应该不会连翡翠的橙色都认不得 只以为绿色的便是翡翠吧 有人开始窃窃私语道 那个陪府小姐好下作呀 原来是她设计人家 知欢小姐毕竟从小在乡府 娇生惯养长大的 见过多少世面 真千金是真的又怎么样 从小穷惯了 连翡翠都分不清 陪冰岚的头渐渐沉了下去 这时我画风一转 妹妹认不清也正常 因为这本来就是 我给祖母准备的一个惊喜 我让人捧出那壶白蜂蜜酒 孙女知道祖母的喜好 特意奉上白蜂蜜酒已是孝心 但总觉得缺些什么 于是想到金钗玉露一相逢 便盛却人间无数这首诗 用这个金香翡翠不摇代替金钗 白蜂蜜酒算作玉露 孙女也算给祖母送上一个 盛却人间无数的好兆头 几句话轻松缓解了尴尬 但我并非为裴冰岚解围 我只是不想丞相夫妇尴尬 这样与我也无异 丞相爹爹连连赞叹我有心了 连祖母也罕见地露出笑容 宾客中又有人开始拍起了我的马屁 而裴冰岚彻底无人问津了 我笑着回头 正好撞上裴带的目光 我们相识一笑 说起来这些关于玉石的知识 还都是裴带昔日交给我的 没想到真的有用上的一天 席间裴冰岚一直恶狠狠地盯着我 今日所有计谋都不成 她一定恨死了我 可惜我无心在她身上 李叔进到后我便想回家 哥哥沈幽已经在外面等我了 裴冰岚见我要走 忙张落着要送我 四下无人 我叹道 裴冰岚 有意思吗 如今我们毫无瓜葛 你就不能好好过你大小节的日子吗 裴冰岚浅浅一笑 说出的话却咬牙切齿 有你在 我就没法忘记 昔日在裴府做丫鬟的日子 我也没法忘记 所有人都向着你 沈志欢 你不过是个乞丐窝出来的卑贱之女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抢跟我比 我不想与他纠葛 没想到他还要追着我 一定要说些让我心赌的话才行 这时 一个下人忽然通报 宫内的太监总管李公公居然来了 管家忙开了门 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结果李公公看见我便 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句 参见公主 裴冰岚的脸都变了 裴相也匆匆赶来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数了数日子 哎呀 好像半个月的时间真的到了 沈悠跟在公公身后 示意我过去 李公公这才不紧不慢地宣布了 先皇昨夜已经因病先世的消息 因是密桑 所以迟迟未公布 先皇无子 沈家乃是皇家后裔 受命于天 太后你只立沈其为新皇 那沈其的女儿沈志欢 自然是公主殿下了 奴才奉命接公主回宫 受礼官城 至于裴相啊 您家的寿宴就撤了吧 免得对先皇不敬 所有人都没料想到这个变故 尤其是裴冰岚 他一个身形不稳 险些爹坐在地 双眼无神 为什么 为什么 后来 我爹当场黄袍加身 我们一家人被迎入黄碾 受柜里关城 碾车浩浩荡荡在皇城巡游一圈 见皇家出行 所有人都得临街跪下 包括丞相府的人 路过丞相府的时候 我特意拉开车帘 正对裴冰岚那张因极度而变形的脸 他虽是跪着的 却抬头看着我 眼睛里全是极度 我坐在车里都能听到他的心声 为什么不是我 我再忍一忍 这些就全是我的呀 我对他奄然一笑 他的脸色更难看了 接下来就如同前世 我被封为最尊贵的嫡公主 入住朝华殿 国之千金 金之玉叶 区区相府千金 有什么值得我争的 不过裴冰岚给我的 我也得还给他才行 我们入宫后不久 裴冰岚也请求入宫觐见了 他穿的朴素简单 一身素衣 就像当初在乞丐窝那里一样 父皇本来不想见 但我说不妨一见 我都知道他要跟你们说什么 他肯定要说昔日亲情温暖 自己当时身在福中不知福 第二 他肯定要说 丞相府没人情味 别人瞧不起他 他嫉妒我得到了爹娘的宠爱 第三 他愿意尽孝 入宫常伴爹娘 说完我就闪到屏风后面去了 这时裴冰岚眼圈红着就进来了 裴冰岚进来就哭倒在地 爹爹 娘亲 女儿来请罪了 父皇和母后互相复杂的对视一眼 然后裴冰岚就开始到豆子般 诉说自己的苦楚 和我刚才说的一模一样 别无二致 女儿在相府那种冷冰冰的地方 实在待不下去了 杨玉珍大过天 怨长入宫陪伴爹娘身侧 已经孝心 前世我和爹娘关系处得不好 裴冰岚也没有机会砸摊子 于是他入宫哭了这一番后 爹娘于心不忍 居然给他一个公主之位 允许他时常入宫陪伴 我闻讯赶来的时候 他们一家三口 正在其乐融融地吃饭 我就像外人一样站着 于是我又大闹了一番 但这一事 我爹咳嗽了一声 狗不咸家贫 丞相府再不好也是你的家 有志欢在 我们身前尽孝心就够了 你还是多回去陪陪丞相吧 裴冰岚一脸惊恶 怎么和想象的不一样 然后我娘饭都没留他 直接让他出宫了 我爹起身把屏风翻看 别猫住了 欢欢晚上想吃什么 让御膳房给你做 好嘞 内务府给我送了一个新侍女 名为小春 小春 我想着这个名字 这可真是让我记忆深刻入骨的人 曾经 小春是我最喜欢的婢女 因为她在我最孤立无援的时候 为我引荐了许多面首 那些貌美的面首 抚慰了我顾忌的公立生活 也让我彻底名声败坏 因为她是被裴冰岚收买的人啊 如今 小春迎一败 以后就由奴婢来服侍公主 内务府总管问我是否满意 我挥挥手 还是将她留在了身边 虽然是个定时炸弹 也可能是个好用的武器 小春正如前世那样 刚来不久就揣夺了我的喜好 给我引荐了许多面首 她不知道 我前世收那么多面首 是因为爹不疼娘不爱 情感寂寞罢了 如今的我完全不需要 但我还是将计就计收下了 我要一步步提前 把裴冰岚摧毁我的计划拔掉 让她露出原形 很快 我收面首的消息 就从宫中传了出去 但奇怪的是 居然没人有反应 前世我收十个面首 他们骂我荒莹无度不成体统 这次我收二十个 居然没人过问 我试探了一下周围人的反应 我母后戳了一口茶 欢欢喜欢就好 我父皇皱了重眉 面首倒是无所谓 但他们的姿色 不一定能配得上伺候我女儿 我哥哥 不知欢欢喜欢什么样的 我在汉林院 认识几个长得不错的学士 不如我再引荐几个 多少件双标了 只有一个人有反应 那就是我的小叔叔裴戴 按照规矩 像我这样从民间 被请回来的公主 在宫内都要接受 皇室礼仪培训 而前来培训我的 正是礼部老大 我的小叔叔 裴戴 裴戴来我这里不需要通报 因此他来我这里的时候 我正被一帮美男簇拥着 而浑然不觉 裴戴静静地看着我 直到我感受到 周围的空气越来越冷 回头一看 呦货 我貌美的小叔叔站在那里 光芒几乎要把我所有的面手 都比下去了 我正要扑向他 小叔叔 小叔叔伸手把我拎开了 他盯着那些妆容浮夸 骚扫手弄姿的面手 语气平淡 这是你养的人 我有些心虚道 不 不是我养的 我边辩解边挥手 让他们赶紧走 其中有个面手认出了裴戴 不知死活地来了一句 哟 陪戴不知怎么了 他属然抽出侍卫的剑 我不过一个眨眼的功夫 剑间便以迅雷之势点 在那人的额头上 一下就渗出了鲜血 陪戴面无波澜 声音比冰窖还冷 滚 那面手几乎是爬着走的 二十个面手在十秒钟 顿时跑得不剩一个人影 我拉着他的袖子 小叔叔是否觉得 我不知廉耻 陪戴如墨浴般的眼眸 深深地望着我 眼神复杂 不加一语 陈改日在给公主教授礼仪 告辞 陪戴走了 莫名其妙地生气走了 望着他的背影 有一瞬 我想起被遗忘的过往 前世 正因面手之事 我才与陪戴决裂 陪戴向来是向着我的 陪冰兰一直知道 这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陪冰兰和自己安排的面手串通好 晚上给我下了产生幻觉的药 然后派小春去找陪戴 说公主那边出了事 等陪戴心急火燎的赶到时 我已经沉迷幻觉 看见陪戴还以为是我那貌美的面手 上来便亲亲抱抱抱 公主 沈志欢 你 嗯 美人 嘿嘿美人 我认不出他 一把把他揽到自己怀里 不由分说地强吻下去 陪戴被我这一招弄得猝不及防 在他要被我拖到床上的时候 他猛击了一下我的后背 我瞬间昏迷不省人事 前世我宫里都是陪冰兰安插的人 这件事自然很快就被捅了出去 所有人大吃一惊 他们都知道陪戴是我曾经的小叔叔 有人甚至在朝堂 控诉我与小叔叔有不正当关系 罔顾人伦 纷纷要求废了我公主之位 父王当场扇了我一巴掌 丞相默然不作声 但陪戴站了出来 侍臣寄予公主美色 罔顾人伦的是臣 臣自愿谢之请罪 此事与公主无关 陪相怒斥道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不要乱给自己安帽子 你知道这是传出去 陪戴垂谋 打断了陪相的话 陈恋目公主 不是虚言 朝堂震惊 陪戴被刺贬为庶人 在众目睽睽下脱去官服 而我在朝堂上跪着 不敢看她的眼睛 只敢看她的背影 并未敢说出真相 最后众人都走了 陪冰岚出现 笑着嘲讽我 陪戴为你贬为庶人 而你可真是窝囊啊 是啊 好窝囊 窝囊到自己做的蠢事 需要别人来背锅 我反复琢磨着陪戴 当年在朝堂上的话 我忽然很想问问他 到底是真情 还是假意 我被我自己的想法惊到了 我怎么能肖想自己的小叔叔 虽然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 如今重来一事 我怎么可能让这件事再次发生 我要先下手围墙 当夜 我挑了一位最好看的面手共振 在他正兴致勃勃地想 好好伺候我的时候 我微笑着看着他 抽出一把匕首 狠狠刺向自己的肩膀 面手惊了 我大声呼喊着 来人啊 有刺客 那个面手很快就被 闯进来的侍卫抓了起来 我指着面手道 他就是刺客 面手大喊道 我冤枉啊 是公主自己 刺向自己的 御军首领把他推翻在地 说什么胡话 竟敢污蔑公主 很快 这件事闹到了父皇母后那里 因为素日 我真的表现出 很宠爱这些面手 所以没有人质疑我的话 他们很快就开始调查 是谁给我进线了这些面手 很快小春就被带走了 我并非不知道 宫里调查的手段 很快 小春和那些面手都去打成招 他们都是被 裴府大小节裴冰兰收买 安插在我身边的人 裴冰兰被带到父皇面前 父皇严肃道 昔日我们将你当亲生女儿养 如今你有何话说 冤枉啊 爹爹 不 皇上 我虽安排了几个人 但也是为姐姐着想 怕她在宫里出什么事也好照应 绝没有害她之心 哥哥文言皱了下眉头 你说这话 你自己信吗 裴冰兰抬起头 水汪汪的眼睛尽受无辜 哥哥 你信我 我真的没有 沈游文言摇了摇头 我昔日的妹妹冰兰 不是这样的 从头到尾 我一句话都没有说 只是平静地看着 母后搂住了我的肩膀 温声道 你想怎么处理 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我 裴冰兰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她很清楚地知道 如今被我反将一军了 而尘以后都不想看见她了 至于怎么处理 她毕竟曾是父皇母后的女儿 父皇母后定夺吧 我说完这句话后 更惹来父皇母后的联系 因为我说的是她们的心里话 裴冰兰曾与她们朝夕相处十多年 也曾是长上明珠的女儿 就算我和她们如今在亲近 昔日的情分 也不是说割舍就能割舍的 最后 裴冰兰被放回了裴府中 永世不得入宫 我管理家事 我知道裴冰兰不会好过的 裴冰兰被送回裴府后 听说裴相动用了家法 抽得裴冰兰下不了床 而裴戴听说 我受伤之后心急如焚 给我连送几天药 我的面手都走了之后 她来我宫里也心情愉悦了些 小叔叔 怎么感觉你最近心情很好 你的错觉而已 我支撑着脑袋看她 一些乱七八糟的念头 总是浮现在我脑海中 尤其是前世她在朝堂上的那一句 陈念慕公主 不是虚言 想着想着我就走了神 脸色无可抑制的红了起来 裴戴敲了敲我的桌子 眉头微皱 公主最近总是心不在焉 裴戴 话一出口 我和裴戴都愣住了 我从来都没直呼过她的名字 裴戴面上波澜不惊 微微垂眸 公主请说 我支支吾吾道 你 你也老大不小了 为何一直没娶亲 裴戴安静的看着我 若 若京城内有你相中的女子 你竟可以和我说 我可以帮你 裴戴笑了 笑容如春雪将容 公主 沉下心中确实有一女子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只见她缓缓说道 但公主帮不了我 我和和笑着 试图缓解尴尬的气氛 内心却十分失落 后来她讲什么 我都听不进去了 直到她要离开的时候 我实在忍不住又叫住了她 你刚刚说的 为什么我帮不了你 裴戴转过身来 一步步走向我 眼眸深邃如晨叶 她悠悠道 我怕她困于人事伦常 世人咸语 终究可畏 裴戴走后 我想了很久 她那算是告白吗 人设伦常 世人咸语 前世她不也为我扛了吗 如今我都中活一世了 人会畏惧这些吗 后来 裴戴再也没有来见我 该学的礼仪都学了 我却越发思念她 可是思念又如何 在见到她时 我又能说什么呢 我的心情日渐烦躁 但朝堂至上 又发生了一件 让我猝不及防的事情 外国使者不查 来朝觐见新皇 同时请求与我朝和亲 和亲的对象 自然是公主 我听闻这个消息时 正在母后宫里饮茶 茶杯从我手中跌落下来 碎了遍地 母后关切地握着我的手 花儿别怕 母后死 也不会把你送去和亲的 我投入母后的怀抱中 她不明白 我怕的不是这个 我只是 无可避免地想起了 前世的死局 我自己一步步走入的死局 前世我和爹娘的关系 临近冰点 后来一面首事件后 我荒莹无度的名声 甚至传遍了宫外 陪戴贬为数人后 我身边再无一个人真心待我 父皇母后越发宠爱裴冰兰 建了一个华丽的公主府 比我的规格还高 在后来 没有人记得我这个公主 但是当外国使臣来访和亲之时 裴冰兰毫不犹豫地推我出去 但我要和亲的对象 居然是个六十多岁 妻妾成群的老国王 我自然不愿意去 但没有人听我说话 他们只觉得 我不懂事 享受公主的待遇 却不愿意为国家做些什么 后来侍女小春建议我 可以用自杀威胁陛下 这样陛下肯定不忍心送我和亲 愚蠢的我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我听了她的话 筹划着上吊自杀 结果被侍女在屋里点燃了一把火 并反锁了门 裴冰兰在门外笑盈盈地看我 送你和亲都便宜了你 你那么蠢 便死在这里吧 是啊 我真的很蠢 连那些迷惑我的面首 是谁送来的都不知道就敢收下 连侍女被人收买了都不知道 我哭喊着砸门 却只见火势越来越大 我活活被烧死在宫里 被焚烧的折磨 至今记忆犹新 一想起就是疲弱包裂般的疼痛 我躺在母后的怀里颤抖 悔不当初 悔自己怎么会这么傻 父王召我入殿 为和亲之事询问我的意见 母后和哥哥都和我说 若我不情愿 他们是不会送我去和亲的 我拍了拍他们的手 让他们安心 入殿时 我第一眼看见的不是别人 正是陪戴 我脑内骤然想起那句话 人事伦常 世人闲话 可谓吗 她的眼神不再平静 而是担忧地看着我 上升到和亲的层面 事关两国情义 她如何护得住我 我款款行礼 听电上父王说道 知欢 和亲这件事情 你也大概知晓了 朕问你 你愿意去和亲吗 我沉默了几秒 并非犹豫 我是在赌一件事情 而臣 愿替父皇分忧 但 而臣心中已有一中人 父皇也没料想到 我会这样说 他又道 你的一中人是谁 我缓缓站起身 心下想鼓起勇气走出这一步 果真艰难 我终于下定决心 束手指着一个方向 所有人的目光 朝着那个方向看去 而就在 我指人的那一刹那 陪戴 正巧上前走了一步 我所指的 便是陪戴 全场哗然 我与陪戴两两相望 我看见他微微对我笑着 这一刻 世界仿佛就剩下我们两个人 几个老臣终于按捺不住 公主殿下 那 那小陪大人 可曾是你的叔叔啊 这 这是传出去 成何体统啊 我正色道 他并非我小叔 我们如今也没有血缘关系 两情相悦 有何不可 皇上震惊之余 又问陪戴的意思 陪戴一字一句道 陈下冒犯求娶公主 陈亲慕公主已久 并非虚言 臣子们七嘴八舌地吵了起来 最后将父皇吵得实在头疼 安静 父皇看了看我 叹息道 我国 国力还没有微弱到 要送公主和亲 才能维持邦交 这件事 全凭公主心意 其他人莫要多言 退朝 正如我所料 这件事情引发了轩然大波 许多臣子说 我们网顾人伦 真好笑 我与他并无半点血缘关系 讲究什么人伦 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父亲仍在犹豫中 母后和哥哥都不支持我的决定 当初我和母后在市集摆摊 被地痞流氓骚扰 陪戴出手相救 给母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但他也不接纳这件事 女儿 母后不是为别的 是为你 先不说陪戴曾是你小叔叔 流言蜚语 你又怎么受得了 而我哥哥 也觉得 即使不和亲 也有千般理由 总不能选这个办法 我知道他们都是为我好 但是 他对女儿是真心 女儿也不怕流言蜚语 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如今也无血缘 求父皇母后成全 母后怒道 不可 父亲打圆场道 如今那帮老家伙 也不是真的在意 知欢和陪戴之前的关系 他们只是必须要 震出个女儿去和亲 当皇上的 不出点血 臣子们哪能安心 这时哥哥悠悠来了一句 父皇 你不是还有一个女儿 自上次裴冰兰 买通我的人的是暴露之后 哥哥对他极其不满 父亲猛然抬头 对呀 很快 父亲封裴冰兰为和安公主 择日入宫受封公主礼 裴相一家倒觉得是莫大的荣耀 反正是不亲近的女儿 还能为家族带来荣耀 裴冰兰接了圣旨仙 结局 终究是被我改变了 但我终究觉得有些不安 后来 裴冰兰入宫受封 我并没参加她的受封礼 我并不想出现刺激她 没想到 她却找上了我 裴冰兰不知道用什么手段 迷晕了我的侍女 在我宫里潜伏着 我刚一回宫 她便在门后等待着我 你终于回来了 我吓了一跳 裴冰兰 你怎么在这里 裴冰兰悠悠道 自然是找你说几句梯极话的 她把门一拴 袖子里划出一把匕首 我到最后都没逗过你 所有人都向着你 为什么 为什么所有人都那么喜欢你 她一步步向我走来 我慢慢退后 是你自己非要把我当作假想敌的 你当你的丞相之女有何不好 不好 裴冰兰嘶吼着 为什么受了18年贫穷之苦的人是我 最后成为公主金枝玉叶的是你 为什么无论亲生爹娘 还是养父母都向着你 连小叔叔都向着你 哦 对 她甚至公开表示喜欢你 倾慕你已久 哈哈 裴冰兰的泪水滑落脸颊 为什么没人喜欢我 不管我到什么地位 都没人喜欢我 我震惊住了 她如今哭诉的 不就是我曾经日夜夜为之痛苦的吗 我曾经也是 不管到什么地位 不管去一逢迎 还是真情流露 都没人喜欢我 我和裴冰兰 就好像是天生对立的两个人 两个人争抢着一份喜欢 一个得到了 另一个就得不到 她如今那么痛苦 可如果我把前世发生的一切告诉她 她会不会笑出声来 裴冰兰抹去了泪水道 从以前我就嫉妒你 你貌美又高贵 而我在贫鉴中过了18年 连翡翠的橙色也认不出 现在终于白封了个公主 又要去和亲 这样的和亲 无异于送死 反正我的一生就葬在这里了 沈志欢 不如我就带你一起走吧 裴冰兰 你怎么不想想 你做了些什么 不说裴府中人 至少父皇母后和哥哥 是真心爱你 是你把我当作敌人暴露本性 伤了他们的心 你说我享受了18年的荣华富贵 你何尝不是享受了 父皇母后18年的爱 裴冰兰愣住了 你一心攀比 你觉得忍受了18年贫鉴 你不懂翡翠 那你如今的时间都用在哪里 用在击溃我嫉妒我 就算被送去和亲的是我 你以为你就赢了吗 裴冰兰被我激怒 手持着匕首 就要向我冲过来 我边叫人边 和他撕打在一起 没用的 我们就一起死在这里 我趁他不注意 一把将他推倒 他却不慎撞翻了烛台 火焰很快就燃烧在床帘上 我愣住了 眼前忽然想起 前世那场漫天的火焰 难道白忙一场 最后仍然会落得这样的结局 裴冰兰倒在地上 看见蔓延的火焰 近乎癫狂地笑了 这样也好 这样也好 反正没人在乎我 我拎起他的袖子 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 蠢货 裴冰兰愿毒地看着我 这火焰几乎激发了我所有的恐惧 我浑身每个毛孔都在站立着 你想死 不要拉上别人 你已经赢过一次了 你知不知道 真正让皇上下旨 封你为公主 是因为裴相的奏折 他自请将你封为公主 代替我去和亲 你以为是父皇母后的意思吗 那天哥哥说完之后 也不过是解解气 但裴相一再上书 最后父皇才终于下定决心 确实有送你和亲的意思 但你要嫁的 不是那个冰死的老头子 父皇又怎会忍心送你去嫁他 父皇要把你嫁的是 突厥的下一任继承人 尚未婚娶 你去那里相当于当太子妃 你有什么不满的 你知道无人联系是什么样子吗 是我 是我当年 自己抗议还被你利用 没有人在意我嫁给谁 我好不容易改变这一切 又怎能去死 裴冰岚震惊地看着我 又被我狠狠打了一巴掌 似你这等又蠢又坏之徒 我怎能和你死在一起 这时 浓烟已经冒出宫外 有人注意到了宫里走水了 纷纷聚集了过来 可是门是拴死的 他们根本进不来 我想去把门打开 忽然一道防粮木砸了下来 熊熊的火焰 立刻在我身前燃起 这场景 与前世一模一样 浓烟呛得我们几乎喘不过气来 这时 我听到了裴戴和哥哥的声音 他们命人砸门 我想告诉他们我还在这里 但如今连呼吸都困难 我 嗨嗨 对不起 裴冰岚喃喃道 他渐渐失去了意识 而我 也好不了多少 火焰已经蔓延到我的裙脚 炙烈的疼痛如前世一模一样 果真还是逃不过宿命的结局吗 我闭上了眼睛 回忆无端的 在我脑海中不停地闪现 我与裴戴幼年相识的日子 我回到亲爹娘身边的样子 裴戴将银红暖球 披在我身上的样子 入宫后 哥哥带我放风筝的样子 还有我在众人之中指着裴戴 而他也刚好向我走出那一步的样子 人是伦常 俗是爱恨 在此刻 居然都化作虚无 我似乎做了很久很久的梦 我梦见那一天火烧寝宫 最后门还是被他们打开了 漫天大火中 裴戴和哥哥都闯了进去 我在火焰的娇味中 闻到了裴戴身上专有的冷香 父皇和母后 在门口呼唤着我的名字 他们哭喊着 不知道前世 有没有人也这样为我哭泣呢 我醒来的时候 正躺在床上 堂皇的房间里 一缕阳光穿进了屋子 这的确是我生活的地方 我下意识地 看向自己的手掌纹路 不知为何 感受到阳光照在手上 暖黄色的纹路 和心跳的声音 都在提示着我 这不是一场梦 我活下来了 我醒来后 父皇母后和哥哥 都第一时间看我 他们见到我就哭 无论如何都止不住眼泪 只有哥哥还比较能控制住情绪 他告诉我 那天他和裴戴合力撞开了门 他从没见过裴戴那样失控的样子 明明是礼部尚书来着 裴戴背起我 哥哥背着裴冰兰 两人合力将我们救下 索性哥哥无什么大碍 裴冰兰也就下来了 我急了 他在哪儿 我要去找他 哥哥支支吾吾道 他还在昏迷中 爹娘劝住了我 你先休养着 别着急 但我如何能不着急呢 母后告诉我 裴戴已经被接到宫中休养了 他未来的女婿自然要接到宫里 母后笑着看着我 他已经接受裴戴了 晚上 我迫不及待的就要去见裴戴 他的房间漆黑 想必还在昏迷着 可是我实在太想看到他了 我趁无人偷偷潜入了他的房间 可是刚进他房间 就撞到一个尖石的胸膛上 我差点惊叫出声 裴戴捂住了我的嘴 我回头望去 裴戴穿着白色的单衣 长发如墨披衫 在肩上 桃花一般的眼睛仍然醉人 明明好好的 哥哥还骗我说他昏迷了 我扑到他的怀里 小叔叔呜呜呜 裴戴一脸无奈道 你什么时候才能不叫我小叔叔 好的小叔叔 月光照进了窗子 裴戴的侧颜 在月光下宛如镀了一层淡淡的银边 我醒来没多久 小叔叔 我母后说 等你伤好了 就给你加官进绝 裴戴仍然带着微微的笑意 是驸马吗 嗯 我的脸微微一红 抬眸看着这个俊美至极的小叔叔 他轻轻将我拥入怀中 小叔叔你 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我的 很早很早以前 所以 前世 他在朝堂之上的那句话 果真不是虚言 他在我耳边喃喃道 知欢 谢谢你在万人之中唯一指向我 我摇头 会抱住了他 并不是 说我该谢谢你 裴戴 无论前世今生 都守护在我身边 我亲近一生寻找的 不过如此 晚安